大家好,我是金主豆 如果你小时候玩过红白街 那么你一定希望过 有这么一张核卡 他能玩所有的FC游戏 有经验的玩家可能就会说了 这什么可能嘛 FC光日版就有1200多个游戏 中国商材技术再牛逼 也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一张卡 听起来确实有点不现实 但是这样的卡真都有 经常玩老鼠鸡人 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说的就是烧鹿卡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评测一下 这张梦幻般的游戏卡 这个N8烧鹿卡它是乌克兰人生产的 我这个是美版 外壳是国产的壳子 但是卡新式正版的就行了 这玩意有多强 任天堂所有的官方游戏 它都能运行 我们知道FC它有个磁碟机 这个烧鹿卡可以在 不接磁碟机的情况下 直接运行磁碟机有限 我这个烧鹿卡是美版卡的 美版的卡道相比日版要大很多 这个N8烧鹿卡你在国内买的话 如果卖家它不说是原版 那么百分之百就是超版 这个超版相比正版 它的系统不能继续向上升级 有一些游戏不能玩 质量可能也会差一些 但官方游戏应该都能玩 而且就算是超版价格 还是贵的一批 那我为什么不买原版呢 按照管理 我们现在开个机码 首先是这个界面 这个乌克兰这个厂商 它的一系列烧鹿卡 它界面都是这么的简约 说白了就是条懒狗 基本上外国人生产的这些烧鹿卡 你的游戏名都不能用中文 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乱码 反正用这些烧鹿卡玩游戏的话 你需要熟知这些的英文名 或者你直接用拼音 这烧鹿卡它载入游戏的速度 其实很快的 因为FC游戏它的容量都很小嘛 这些官方游戏都不用怎么测试 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烧鹿卡它有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那就是它支持在实际上 即时存档 这个功能是真的方便 你只需要设置两个组合键就行了 毕竟很多FC游戏 它的难度真的不讲道理 没有即时存档的话 真的很难打通关 想要换游戏的话 直接按Risk键 你就会回到之前那个菜单 这个烧鹿卡也支持金手指 不过用起来是真的麻烦 我还不如直接下载那些修改版 它只在一体的功能就只有这两个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文游戏怎么样 首先来运行一下这个吞噬天地一 诶 熟悉的外星科技 怎么说了 这个中文游戏啊 外星科技它很多原创游戏都比较奇葩 我也解释不太清楚 吞噬天地二的话根本就不能运行 这跟这个游戏的mapper有关 我也不是特别懂 如果领域好的话 这期游戏其实有阴影版 大多数那些动作游戏的汉花版本 基本上都可以运行 我测试的话 像汉花里面汉花鼠 汉花的那个松鼠大鼠在一代和二代都可以运行 还有这个恶魔城二代的文字它会花皮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淘宝上 还有卖那种芯片记忆的RPG单卡游戏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我用的NES它是AV输出 它画面不是特别的清晰吧 然后因为中文 这些中文的话 如果比较小 你字根本就看不清 我真的服了 我还不说直接玩英文原版 双神网 双双鸡兵这些 其实 大概70%的汉花游戏都没啥问题 不过我个人 也比较偏向那些动作游戏玩 不是特别喜欢RBG 我唯一喜欢玩的勇者斗龙 它这个汉花版本 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 它就是会拖慢 非常影响游戏 那种玩耍钱的节奏 我就直接玩原版 关于汉花游戏最后提一点 这个可以玩火焰文章哦 哇 哇哦 比较多的人都知道 这个日版的恶魔城 它用了特殊芯片 导致它的音质非常的流鼻 但是美版因为老人的一些稍作作 阉割了音效 我一直在想 如果在这个NES上面 也就是美版FC上面 运行日版的恶魔城3 它会怎么样 什么狗屎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磁碟机游戏 磁碟机它只有日版没有美版 很多磁碟机游戏其实都有对应的美版 但都阉割或者替换掉的那些音鬼 导致音乐很不一样 屈子的音乐 我看 屈然还有毒扒 用起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嗯?怎么没有攻击音效啊? 没有特殊音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收录卡的过 真正有问题的是这个游戏机本身 这个NES底部下面它有个拓展槽 我以前一直在想这个究竟有什么用 哎呦我擦弄不开 哎呦弄不开了 这块塑料板下面有个接口 有人制作出了相应的特殊配件 插上去就能支持特殊音效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烧录卡对实际玩家来说 非常值得购买 它有很多功能是你买再多豆卡都享受不到的 特别是玩这些非官方的游戏爽得一瓶 推进的话肯定是买日版的烧录卡呀 跟每一版烧录卡你在每一版机器上 没有特殊音效感觉有点浪费 现在N8烧录卡官方还出了升级版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玩家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我这张卡只花了380 我买上那些山寨卡的钱 花的比这个还多一些 我真的服了 还有山寨机的话就别想了 据说是因为山寨机供电不足的原因 所以倒是用不了 部分比较高端的山寨机 它可以用这个烧录卡 但是它这个价格我超贵 我还不如就买一台原版的机器 关于这个卡的购买方式 我比较推荐闲于买二手 一般这个卖家 他只要说它这个是原版 基本上就没跑了 上乌克兰官网买的话 这个我也不会啊 而且这个方法也很麻烦啊 要花很多时间 对了之前有人吐槽我 你是不是玩FC啊 全是FC的视频 其实我啥都玩 不过FC我玩得顺一脚 像SFC、MD这些 我不知道该讲些啥 精灵宝口梦作为目前的世界第一IP 可谓是粉丝遍地 就连我自己也是看着神奇宝贝 玩着可雕怪长大的 系列第一作可雕怪红绿 于1996年登陆于GB掌机上 随后又在GBC上推出第二代可雕怪经营 在90年代可谓是丰功无良 毫无疑问 这两代作品开创了可雕怪的历史 电影了往后驱作的基调 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在电视上最常看到的神奇宝贝 就是这两代游戏改编的 然而我却没玩过 当我还在山在PSP上玩GBA 口袋要关火红的时候 口袋要关黑板二度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就完美的错过了这两部伟大作品 当我后来想在模拟器上补票的时候 我直呼 妈呀这翻译是什么鬼 为什么大幕博士叫奥凯 为什么每个精灵的名字和记得名 我完全理解不了 这翻译那个寂寞 这其实都是早期盗版商的功 对我这种一开始就玩完美翻译版本的玩家 真的太折磨了 不过幸运的是 经过粉丝们的用爱发电 口袋要关黄和口袋要关水晶终于有了完美汉化 或者这次一定的心态 模拟器我是看不上的 当然是得用原器玩才够污染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台 98年的Gameboy Color 和一张经典产的烧路卡 不得不吵 现在国内这些游戏机真的贵啊 我这一套下来就花了接近900了 如果海淘的话要便宜得多 百度是所清土的游戏机 点击进入各个网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很多都是剪漏价 所以国内很多玩家 选择日本海淘会去收藏或者转卖 要注意的是这些标价是商品费用 还得再支付国际运费 下单前是去网站客服了解 幸能做才有福利哦 这可不是普通的GBC 它的屏幕和外壳 通通都是现代的科技盒很活 整机裹散绝透色外壳 颜色盒放无瑕疵 内部构造清晰可见 正面是一块2.6吋高亮全体盒IPS屏 比原器更大 支持多达6档的亮度调节 色彩艳丽 画面效果实在是牛逼到不行啊 屏幕左边有一个电源指示灯 下方GBC的logo是透明的 会随着开机变得和外壳一个颜色 非一场酷炫 GBC不愧是老人最后一代书版商机 外观设计优秀 重量和大小也控制得更好 背后凸起的电视舱 使得握紧手感更加舒适 不过书版机手感也就那样 再怎么也比不过横版 玩动作游戏手很容易累 游戏机有了 玩游戏还需要一张烧路卡 我这张是无可人的Airdrive 属于国内超版 游戏名不能用中文 只能用英文名或者拼音 不能及时存档 虽有金手指功能 但这谁他们要会用啊? 还不如直接玩修改版 唯一的优点就是 烧路卡背面中间有颗按钮 在游戏中按下就可以切换回菜单 这样就不用关机了 一开始我是想买Eran Flash Julia的 国产自主研发的烧路卡版 肯定有中文啊 但我当时没仔细看 直接买了第一个 到货时瞬间傻眼 本来我都打算退货来着 结果因为我按烧路卡后面 这个按键时一直用到指甲 贴纸上全是指甲印 唉 没办法了 凑合玩吧 反正我也只玩几个游戏 这烧路卡的兼容器还是很强的 我测试了众多汉滑游戏 除了一个名声探科兰打不开外 其他热门的汉滑游戏均可完美运行 更不用说这两幕口的妖怪汉滑 可谓是精雕气酌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 这两幕作品真的就是在原本的基础上 进行了翻译 想要单击全售集宝可梦 必须找个同样有GPC 并且正在玩宝可梦的玩家 但这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有玩家为这两个汉滑都制作了 戴金手持的版本 真的太感谢了 想要全售集只需要把随机遇敌打开即可 非常的人性化 开局闪光闪电了不无是梦 这时可能会有人说 啊?你这现代IPS屏 没当年那个味儿啊? 人家就是喜欢大过力嘛 不就是大过力吗? 简单 只需要长按亮度调节这个位置 就可以切换出好几种滤镜 其中最屌的就是点阵滤镜 坚固亮度的同时 起点阵效果和真正的点阵屏 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真的是怀旧党的福音啊 我自己玩的时候也全程只开这个滤镜 看起来确实爽 除了官方游戏和汉化游戏外 修改版游戏和制纸游戏也运行得不错 就比如BDUP闪电诸作的这个 篮球 画面场景完美还原 音乐也是纯正的巴比特风味 你干嘛 哈哈 总继一下 改造高亮屏的GPC 可谓是幻发新生 如果对GPC有情怀 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原机插卡 这种模式的玩家 可以搞一套来玩玩 单纯想玩游戏的话 还是推荐这些国产模拟器掌机 毕竟这一套下来价格不便宜 没集时存档 没加速 数码掌机手感也一般 玩动作游戏几分钟下来 手就累得不行了 真不如两三百的国产掌机玩着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呗 又不要理钱 我是新读到一个掌机爱好者 关注我再了解更多掌机 这是美版世界MD 看这儿 这是一个卡仓 它发售于1988年 现在已经有33岁了 没错它就是个老古董 所以它 插卡的 嗯 就这样 像我这种 以前没有接触过正版MD的人 哎 想要补试票的话 那正版 谁特别玩得起来 我看 老子是穷兵 所以我平时玩的都是些国产山寨卡 嗨 来 来我就在帮你监视一下MD烧路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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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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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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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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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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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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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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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